感恩节跟朋友一起去了北加的Lake Tahoe Lake Tahoe距离湾区开车大概四个小时 会途经加州州府Sacramento 湖区是横跨了内化达州和加州 所以如果住宿的话建议大家住在内化达州 这样就不用付高昂的加州的州税了 第一站我们去泡温泉 其实真的期待了好久 结果我觉得还挺坑爹的 因为就很像是Apartment底下那种 Spa的那种小池子 然后收费也还蛮贵的 它收50到一个人 周围也没什么雪景 所以我们就感觉是在小区底下的那种Hot Top里泡了一个下午 不会再来了 Hot Top里泡完温泉我们就会住的地方了 在Airbnb上订了一个可以住15个人的小木屋 然后是订在North Tahoe的 大概要开一个小时 来跟我一起参观参观我们的小木屋吧 这边是婴儿房吗 婴儿房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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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婴儿房 好了 晚上当然是吃最爱吃的火锅啦 然后跟大家一起过感恩节 开心开心开心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在小木屋的阳台吃早餐 感觉完全是在树林里吃超级无敌爽 我们来湖边了 HELLO STAY HIGH 走 好漂亮 这里是叫Sand Harbor State Park 就是湖边的一个小景点 其实盐湖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小公园 然后天气很好拍照出来超级漂亮 很厉害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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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 我们对我的 然后我们还去了North Star Village 这里就是北边的一个Downtown 然后非常的热闹 可以滑冰逛街吃东西 我们在那里大概带了一个下午 本来打算去滑冰的 结果后来要排好久的队 我们就放弃了 就在那边拍拍照 然后吃个饭 晚上回家还吃了火鸡 还有小田自己亲手包的饺子 超级幸福 谢谢小田 比心 最后一天准备回家了 所以大家决定开香槟庆祝 假期就这样完美地结束了 阿朋友再见 您好多呀 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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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еловheb 你怎麼這麼大聲鼻啊 Hiking Park 回去途中我們還特地去了 Emirate Bay State Park 應該是這裡最出名的一個景點 可以拍很多大片 很多人來這邊hiking 然後在South Tahoe 大概要開一個小時 Hall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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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ris Hallow Way 回去之前我們還去了Havening Village 在算是南邊的Downtown 也是非常的熱鬧 可以坐攬車上山頂看雪 我們吃了好吃的墨西哥菜 然後就回家啦